就是現場你只會看到我跟雨薇兩個人 這樣手龍腳亂 然後我就想說姐姐姐 然後她說太定在補妝 姐不要在補妝囉 姐差不多囉 站起來囉 所以我恨你恨到了極點 下午三點 沒有特別有衝突啦 就是我都覺得你們覺得好就好 因為那時候就是已經開始接工作了 所以我就說 嗯...你們決定我遵重 都沒問題 這一攤下賀西爆 王彩華愛補妝 吐河Apple咖啡廳筆點內幕 我覺得我很難做一成不變的活動 所以我才覺得說 有實境秀上門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是會一直 愛漂亮的夏赫西挑脫美妝圈 今年轉戰實境節目 連游泳都可以帶全裝上陣 但這一次恐怕無法水噹噹亮相 我自己覺得是 我路過有史以來最浪費的 就是你要必須用很真實的面貌 去面對觀眾 我覺得這樣才可以 貼近我們所謂的夜市人生 所以我也放棄了 像之前全民旬就知道全裝什麼 後來我完全放棄這件事 因為這就是實境秀 阿姬阿你還要去 你還要去哪行北啦 夏赫西在節目還總是和王彩華鬥罪 就像餓婆婆與壞媳婦 這一次派姓布來大爆料啦 就是現場你只會看到 我跟雨薇兩個人這樣手忙腳亂 然後我就想說姐姐姐姐 然後為什麼說 愛你在補妝 姐姐不要在補妝嗎 姐差不多囉 站起來囉 因為這是實境秀 哦 但姐就會說不行啊 我覺得是大餅牛 一天最高速度啊 很輕耶 但這集也是讓我覺得很欽佩的地方 就是姐就是 很非常的緊急 是 配一天大概高達十次以上的舞蹈 我覺得很厲害 當我跟雨薇看起來狼狽不堪的時候 我也希望姐看起來狼狽不堪 所以 所以我恨你恨到了極點 下午三點 那有遇到 這點滿好的客人 老實說 呃 還真的有 因為 有些人比較不耐心的 然後再加上 我們動作真的比較慢 好東西也沒有人家比人家好吃 這樣 就是只有用料很紮實 然後跟這一攤的那個明星的光環 我就說那我要不要給你一個綠豆糖 看一下火器 然後火器又更亡 我沒有生價 我是覺得你們讓我等很久 因為我玩這十三集之後 我發現我有黃生的記憶 就如果我之後真的失業了 我可以去澳洲 開一間夜市小吃的餐館 因為我原本可能都不會 因為我很少做料理 但我就忽然多了一個謀生的記憶 夏俄熙兩年前 丞翰好友Apple和開咖啡廳 但因為疫情關係 僅僅開業八個月就收場 兩人在社群上也沒什麼互動 不免讓人聯想是不是不合 沒有特別有衝突啦 就是我都覺得你們覺得好就好 只是因為要結束營業的時候 的確股東就要開會了 所以他覺得很可惜 但因為我真的太忙了 因為那時候就是已經開始接工作了 所以我就說 你們決定我多尊重 都沒問題 以前為什麼大家覺得很常互動 因為以前的確很常一起工作 但因為現在 面對的性質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每個禮拜都要約 每個月都說至少要約一次 沒辦法 我的實境秀就是卡 可能基本上一定是四五六 或是五六日 那他們一到四 終於節目都在錄影了 根本約不來 頓者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